瑞德登寫台南史文《新闻五十五座》 他从事标识工作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 瑞德登的标识包括各种文章、藐色、翻译和预格 由于作品造型有关、制作精细都齐齐如生 三十年来已经不知道得过多少讲台和战义 正是瑞德登忙碌和骄傲的 是在民国五十五年参加了总统和副总统就职典里的花车游行 他的一辆花车获得了特别奖 同时还融合省政府主席的专业搬发了一面讲台